粉色的天 今天教大家怎么选那种 踩屎般的沙滩 就是躺在上面 就想打滚 就想睡觉那种细细的沙滩 太多人都不会 首先第一点啊 带礁石的沙滩不能选 因为带礁石的都是他们去赶海的 是挖东西的 那沙子不行 第二 冲浪的沙滩不要选 为什么 因为它浪很大 浪过来再下去 剩在沙滩上都是那种粗粗的沙滩 所以很饿 躺不下去 第三 沙滩有船的沙滩不能选 因为船啊 必须要水够深 它才能出去 这样的话 那个沙的也不行 而且不适合牛泳 因为船一启动 它崩那个石子容易崩到你 你就得选这种沙滩 就是在沙滩上滚石圈 都不会个到你的 海足够平静 你看见了吧 一点浪没有 就是这种特别小的 然后孩子们站在那里都能玩的 一般这种平静的海滩 沙的都特别的柔软 在沙滩上等一个粉色的天 等一个最美的夕阳 从夕阳来的时候 沙滩就会变成粉色 天空就会变成红色 你喜欢的颜色 你找不到我耳朵 好